大家好 我是馬克 這一段要跟大家說明 下載及安裝NVIDIA G4驅動程式 重新安裝完Windows 10或者Windows 11 基本上會幫你安裝NVIDIA圖形驅動程式 但是沒有安裝ThisX 那會造成瀏覽器或者影音轉檔 沒辦法使用硬體加速 或者是你很久沒有更新NVIDIA G4驅動程式 那也可以參考這段視頻來做一下 更新 支持一下本頻道 你可以按讚 分享 訂閱 你可以展開更多內容 Done一些錢給我 謝謝大家 在開始上面 滑鼠右鍵 打開裝置管理點 最下面 顯示卡 展開 確認一下 你的獨立顯卡 是什麼型號 點擊最小畫 點擊最小畫 下載網址在這邊 點擊這個連結 到達這個頁面之後 到達這個頁面之後 剛開始你會非常的生疏 你不用緊 慢慢的用 展開 展開 選到 G4 展開 滑鼠中間的滾輪向下滾動 選到 你的 獨立顯卡 你的 獨立顯卡 關卡 最重要就是 這一項 如果你忘記了 打開 裝置管理員 展开检视卡 做一下确认 展开选到 现在的作业系统 语言的部分 应该会抓浏览器的 这些参数选择好之后 点击开始搜索 滑鼠中间的滚轮向下滚动 可以看到搜寻结果 那这边区分两种驱动程式 一个是Studio工作室用途 一个是GameReady游戏用途 那这两个区分在什么地方呢 滑鼠中间的滚轮向下滚动 就可以看到说明 你刚开始不知道的话 就下载GameReady游戏用途 接下来看一下版本 即发布日期 下载最新版 点击立即下载 再次确认一下 这些参数是否正确 如果都OK 没有问题的话 点击下载按钮 打开档案总管 左侧切换到下载 检视 切换到清单 显示 互档名打勾 点击安装用的 EXE实行档 点击4 点击OK 等待进步调考码 切换到VDR 图形驱动程式 点击同意并继续 切换到自定 点击下一步 图形驱动程式 打勾 图形驱动程式 X系统软体 打勾 实行全新安装 打勾 再次确认这三项 打勾 没有错之后 点击下一步 就开始进行安装作业 等待安装的进步调考完之后 确认一下状态 没问题的话就点击关闭 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安装完任何东西之后 不管如何 最好能再做一次确认 打开档案总管 这边有一个向右的箭头 点击它 点击控制台 简视方式切换到小图示 点击程式和功能 向下拉 可以看到 NVIDIA NVIDIA XX 已经安装了 可以看到 NVIDIA 图形驱动 已经安装了 点击关闭 然后 跑个十分钟左右 如果没有问题 开始上面 滑鼠右键 重新启动 这样子做 就OK了 最后面 要跟大家报告 独立显卡 一直有两个老毛病 都不解决 每次遇到都很烦人 一个老毛病 是散热风扇 久了之后 柔层 这里面会积灰层 运转的时候 会有一声 那个 嘈嘈 的噪音 听久了 人会头晕 一个老毛病 就是破土 這個我已經遇到好幾次了 那這一篇安裝Athedia GeForce 驅動程式 試想看能不能改善 結果還是沒有 因為破圖是顯卡上的零件不知道出什麼問題 會越來越嚴重 柔層積灰層及破圖這兩個老毛病 這從很久以前就一直有 到現在都還有 他一直不處理很奇怪 一直不解決 他搞得人都不大情緒 因為這種東西早就要解決掉 要改善掉 他不知道在搞什麼 一直不處理 一直不改善 每次遇到就很棒了 謝謝大家耐心觀看此段教學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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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